14號到2月20號 這個禮拜呢 看你的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水星呢 已經結束逆行 恢復順行了 所以在逆行的這一段時間呢 你如果有停下腳步來 好好的思考 什麼事要怎麼做的 從2月14號這一天開始 你可以開始勇往直前 往前衝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 水瓶跟水瓶合不合 水瓶跟水瓶 李明老師也是水瓶 對 美女水瓶 哎呦他風起來跟你 騎車上普陀山 黃優也是水瓶啊 滑山 騎車上鈴鳩山 但是摩托車是我最怕的 哈哈哈哈 我曾經也有一個 騎哈雷的吹我 但是我一看到哈雷我就怕 我最近還想買第二台咧 好吧 那下次再聊 來 老師 哈哈哈哈 OK 我們從一顆星的開始來揭曉 如果這個禮拜你要注意得 一顆星也包括像牡羊座 牡羊座呢 會遇到的事情呢 是心酬 心酬救援 要快融化解 你可能跟某一個同事啊 跟你的另外一半啊 有很多不愉快的事啊 累積在這個禮拜可能會爆發 那我告訴你 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把它化解開來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誰一顆星呢 射手座上榜 射手座呢 在這個禮拜會遇到的情況呢 是計劃生變 你要自我承解 你本來預期啊 這件事情可以這樣子做 應該要這樣發生 應該會簽約 但是呢 事情都不如你的預期 你要慢下腳步來 好好的再規劃一下 不急 OK 一顆星呢 還有誰 一顆星是摩羯座上榜 摩羯座呢 這個禮拜呢 耐心面對終結混亂 就是生活上 工作上 可能有很多混亂的事情啊 家庭有很多煩惱啊 但是你非常有毅力 非常有耐心 把它全部都搞定了 好 開始恢復到順利的狀況 好 三顆星呢 有誰 三顆星呢 獅女座上榜 獅女座呢 這個禮拜 感覺起來桃花很旺 而且有爛桃花 他人對你大獻殷勤 那你要冷眼的去觀察 他可能別有所圖 OK 三顆星呢 還有誰 金牛座上榜 金牛座呢 這個禮拜呢 交際應酬非常多 然後籠絡感情 就是跟朋友聚在一起啊 好好的這個 好好的聯絡一下感情 剛好是這個尾牙的這個時間 OK 來 再來 四顆星呢 還有誰 獅子座上榜 獅子座呢 這個禮拜是 若有事無情愫暗生 意思就是說 好像呢 私下獅子座 對不對 好像身邊有的人 開始對你放電 然後你好像 對他有一點意思 就會有這種 暗桃花默默的在醞釀 OK 再來我們看四顆星 有誰 四顆星呢 雙子座上榜 雙子座呢 這個禮拜呢 是整頓完畢 因為水星逆行 已經結束了嘛 整頓完畢 想清楚了 全力衝刺 四顆星呢 還有誰 天平座 堵林座上榜 天平座這個禮拜呢 相談甚歡 烹然心動 就是身邊有朋友啊 聊天啊 吃飯啊 很愉快 偷偷有一種心動的感覺 再來四顆星呢 天蝎座上榜 天蝎座這個禮拜呢 享受生活 投資願望 有朋友約你去吃吃喝喝 很開心 那如果你有做投資的話 投資跟偏財運的運氣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揭曉五顆星 五顆星呢 巨蟹座 金人姐上榜 巨蟹座呢是職場融洽受人歡迎 是萬人女工作 很順利的時候 來五顆星呢 還有雙魚座上榜 雙魚座呢 這個禮拜呢 主動出擊 桃花得意 如果你有喜歡的人 可以主動表白 有可能會帶來好的結果 對方會欣然的同意 欣然的答應你 我們把第一名呢 頒給 美玲老師跟維銘哥的水 美玲座 人就是 表現出色 職場發光 工作的復活 好 那現在我們來加碼 事業最旺的呢 是巨蟹座 然後呢 桃花最旺的呢 是雙魚座 然後呢 財運最旺的呢 我們頒給 天蠍座 恭喜大家 恭喜 恭喜 來接下來一起來關心下週 各生肖的身體運勢 來 優福老師 好 下週是國立的 2月14號到2月20號 其中2月14號知道 是西洋的情人節 那2月18 就是除夕囉 大團圓 然後第二天 2月19就是農曆的過年 春節 同時那一天 又是24節氣裡面的雨水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 重要日子講完了 我們看一下 十二生肖的 我要分成四組 來做整體運勢 看一下豬兔羊這一組的 豬兔羊呢 是妥善 規劃 迎接未來 就是新年新希望 然後迎接未來 所以呢 我給了四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狐媽狗的 狐媽狗最好 狐媽狗呢 是展現企圖 向前看齊 這個 展現企圖也是一樣 一個新計畫 但是它是完全 往前方面來看的 但是前方面是最好的 所以有五個讚的評語 好耶 好 再上去呢 是蛇雞牛的 蛇雞牛呢 是不怕挑戰 隨時應應 新的年度一定有挑戰嘛 你只要應付得意 應該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給了三個讚的評語 好 那最後猴鼠 比較小心注意一點喔 你是為了新的挑戰喔 全神貫注 但是呢 壓力沉重 可能是因為你個人的運勢 能力啦 注意 時間方面喔 所以只有一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呢 我們加碼 十二生肖裡面有三個最好的生肖 好 首先第一個是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 這要看應該是在這一組裡面嘛 這五個是錢看齊的 所以呢 錢財最旺的是跟私家一樣 屬狗的朋友 哇 好 事業最強的 事業最強的呢 這是要迎接外來 欸 這個是迎接外來的這一組裡面喔 出現的跟為民一樣 屬兔的朋友 耶 好開心耶 這個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是屬馬的朋友 恭喜恭喜 恭喜